让你们平安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我们继续来看 路加福音第九章的十八到二十节 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 门徒也同他在那里 耶稣问他们说 众人说我是谁 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 有人说是以利亚 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彼得回答说 是神所利的基督 那在这一段经文 我们看到耶稣他在祷告的时候 那么他问门徒众人对他的看法 然后也问门徒自己对耶稣的看法 我们来回顾一下 整理一下第九章的信息 第九章一到九节 讲到门徒跟随耶稣 那耶稣要拆派他们 去进行各样的侍奉 要让我们知道 这个跟随的真正的意义 就是要进入到侍奉里面 而侍奉的起点 是要愿意受差遣 我们受差遣 才能够领受从神来的权柄 能够领受能力 能够去帮助人 来去传递神国的道 那么到第十到十七节 就讲到服侍的重点 是要学习给予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 他在门徒服侍回来之后 原来的预备是要带他们进到旷野 去安静去休息的 但是因为看见众人的跟随 所以耶稣在他们自己已经极其的困倦疲乏之际 仍然能够愿意因为人的需要 而让自己再一次的进入到各样的侍奉当中 所以服侍的学习就是给予 而给予的重点 就是在自己已经疲惫软弱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以别人的需要 作为我们做决定跟选择的重要的依据 是不是能够有这样的意愿 那并且让我们看见 神能够使用我们所摆上的一点点 就成就那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所能够想象的事情 那我们进入到九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 则谈到服侍的焦点 是在于认识耶稣 那要认识耶稣什么呢 就是要认识耶稣就是神所设立的基督 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也有记载 那里面更详细的说到 当彼得认出耶稣就是基督之后 耶稣就将彼得 关乎生命的名字就宣告出来 让我们看见 我们所有的侍奉 如果对人能够有所帮助 其实我们都当知道 这是出于主的恩典 也是从神而来的权柄跟能力 但我们也要留意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帮助了许多的人 但是自己却被这真道所弃绝了 那这其实是一件 我们可以说人生当中最可悲的一件事 就像在圣经也告诉我们 到那日必有人说 主啊主啊我们奉你的名传道 医病赶鬼 但耶稣却说 你这作恶的人啊 我不认识你 离开我去吧 那我们要了解 我们真正侍奉的焦点 或说我们要得着的是什么呢 也就是在侍奉当中 我们要认识主 认识基督的生命样式 但其实这个认识主的目标 跟我们侍奉真正能够产生的果效 这两者其实是不相冲突的 反而这是一个真正侍奉 要能够有永恒的果效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那如果我们知道 我们侍奉的焦点 在于认识基督 在于认识天国真理的生命 那我们在侍奉当中 对于许多事情发展的奇迹福福 对于人对我们的态度的高高低低 对于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成败得失 我们才会有准确的心态 来去面对 来去回应 而当我们能够对这些事情 能够有准确的心态跟回应 或者是说 我们能够设立的是一个准确 永恒的目标的时刻 我们才会有一个超然的态度 来去面对所领导的一切环境 而在这些环境当中 我们才能够经历 不是靠我们手所做的 乃是因着我们单单在神面前 愿意得神喜悦的缘故 神就自己能够 叫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 即使这个益处看上去 不是透过我们所做的 乃是让对方也能够 在他所经历的环境当中 他也得着了益处 那这样的事情才会真正的发生 所以我们知道准确的目标 才会做准确的事情 所以当耶稣问门徒的时候 我们看到众人大多 还是以外在来去认耶稣 那什么叫以外在来认耶稣呢 就是以他所显出的大能 显出的神迹奇事来认耶稣 他们就认出 以前那些先知们 他们也是这样子的一个 有能力的一个状态 而门徒他们却是用什么来认耶稣呢 特别是彼得 在这个地方他认耶稣 我们相信是以耶稣所传的信息 所传的道 所产生的生命的样貌 来认出耶稣就是那位 彼赛亚就是基督 那我们看到当彼得这样表达之后 耶稣也对彼得做出了肯定 那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知道耶稣是基督 而不是只是看见耶稣所做的神迹奇事 因为在幕后的世代 其实必有假先知起来 行大神迹 那就是连神的选民 也会被迷惑 如果我们看的是那些的话 我们的信仰 我们对真理的认识 会很容易被迷惑 我们要学习求神帮助 那我们看重的是真理的信息 看重的是生命的实质 生命的内涵 愿神祝福每一位 让我们能够设立准确的 侍奉的目标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侍奉 是有今生到永恒的果效 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谢谢大家